单元是班级教学的规划与实施 一,重要理论与策略 一,学生活动的形态研究 二,作为与人格的特质 依据相关的研究 在班级当中,愿意坐在前面的学生通常比较具有依赖性 喜欢追求挑战或者特别用功者 而坐在后面的学生比较具有叛逆性 对自己的成就动机比较低 三,作为跟参与感 相关的研究指出 学生作为在学习参与感方面 坐在前面以及中央的学生有比较高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这种主要现象为 一,坐在前面及中央位置的学生 学习动机比较强 而且对学科具有比较高的兴趣 二,坐在前面及中央位置的学生 在师生之间交互作用比坐在其他位置的学生频繁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可以运用这个研究 二,班级座位的安排 一,教室空间的规划 在班级座位的安排,教师对学生座位的安排 要让每个学生可以看到彼此跟对方 第二,教室环境设备安排的原则 包含教育性、实用性、安全性、整体性、独特性、创造性、主动性、经济性、美观性、发展性等原则 在学生座位安排的原则 可以考虑男女生间隔座 也可以考虑到身高因素 因为按照学生身材的高低而定先后 身材低的坐前面,高的排在后面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 教师可以在桌子和椅子的高度上做适当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呢,考虑视力因素 视力不良的学生可以考虑排在前面 或是比较不会影响光线来源的地方 但原则上还是要请学生父母 为学生做视力矫正的工作 第四个,进诸则次 尽量避免将管教比较难管教的学生 或是同类学习困扰的学生集中坐在一起 应该将他们排在前面 以便你老师监督或是应用同才学习辅导的方式 第五呢,各组都要领导型的学生 教师在班级分组学习时 应该在每一组设置小组长 请小组长负责学习辅导工作 第六个要多变化,不一定是排排座 第七个,定期轮调 第八,学生作为的安排应该尽量避免面对干扰的来源 第九,座位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通行距离 以避免拥挤和干扰 尤其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距离应该要适当 避免小组之间的相互干扰 第四,编排学生座位的注意要点 一,座椅高度和学生身高要配合 目前中小学的学生座椅都特别标有颜色 依据身高不同额标 第二,座位安排以后 马上画一张座位表贴在讲座上面 尤其是科任老师教学中需要座的常规管理 第三,座位安排一两座以后 若发现谁和谁座一起不适合 马上调整座位 例如,经常捣乱班级学习的学生 或是在班级比较常一起讲话的学生 必要时应该可以区隔 第四,对于学习落后 注意力不专注的学生 尽可能安排坐在前面的位置 以方便教师就近监督辅导 或者安排小老师坐在旁边 以方便进行同才学习辅导 五,考虑学生走动的方便 以及空间的安排 尤其是应该预留足够的空间 避免学生下课时间产生意外事件 第六,多准备一两组课桌椅 以备转学生转来的时候使用 五,座位安排的方式 在上面图形所看到的形态优点是 教室常规比较好控制 学生比较不容易分心 而且适合讲述性的教学 第二个呢 这个形态适合以小组讨论跟小组教学 老师教师如果采用此种 形态安排座位时 应当把小组领导者 放在可以明显影响其他组员的中心位置 并且可以将比较害羞 内向的学生安排在领导者或喜欢说话的对面 第三,这种形态可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面对全体 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实施的时候 教师应该将领导力比较强的学生 安排在可以明显影响其他同学的位置 第四个,这种形态通常会使用在国小讨论教学上 客人教师的班级经营 客人教师的班级经营管理对策 包含慎选交解主题 教学实施多元化 善用赞美、少用惩罚 有效的奖赏与惩罚策略 引导有效学习、检导学习障碍 建立教学的有效程序 请即任提供家长学生的家长名单 和即任教师充分联系 四、教剧在班级教学的应用 教剧的功能包含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协助学习者学到他们该知道的等等 其他的请参考 第二、教剧的运用原则 包含适当的使用时机 结合重要概念 设则上的考量 尤其红、蓝、绿 配合教师的讲解 配合各种形式评量 教剧的数量不宜过多 过多容易让学生学习分心 指导学生正确的学习 安排讨论时间 无班级管理有效教学 包含建立套有制度的规则 有效监控座位中的活动 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感 有效应用学科教学时间 随机转换各种教学技巧 连结新概念与旧经验 转化具体活动为抽象活动 注意教师中所进行的事件 良好课程衔接与课程实施 激发学生的学习 正确回应学生的情绪与经验 善用发问技术并因应各别差异 运用正向赞美鼓励良好的表现 适时传达教师对学生的期望 适时统合学生的学习行为 六在创意教学的实施方面 依创意教学的程序 选择适当问题 组成脑力机软 在创意教学的实施程序方面 说明应该遵守的规则 例如不批评他人的构想 成员提出的构想越多越好 寻求综合改进等 第四个进行脑力机档 第五评估各类构 在创意教学注意事项 包含学习制度 发问技巧方面 本单年的测验题目 一下列有关教师领导风格 影响班级气氛的陈述 何者最为正确 A教师的领导风格是放任式的 学生比较被动 B教师的领导风格是权威式的 班级文化气氛比较疏离 C教师的领导风格是权威式的 班级师生关系比较紧张 D教师领导风格是放任式的 学生比较容易产生焦虑 因为这个是强调教师领导风格 所以答案是C 教师领导风格是权威式的 班级师生关系会比较紧张 测验题二 教师族事塑造学生良好行为的步骤 包括假 选择有力的增强物 以分段依次增强 并确定目标性行为 丁联系的增强行为目标 物 间歇的增强目标行为 其依序为何 这个答案是D 饼甲与丁物 一层的增强 二层的增强 你